从徐家会站气象资料统计来看 今年三月上旬的上海的平均气温是12.5度 远高于常年的9.2度 多了三度 火热程度属于异常偏高 达到徐家会建战150年以来的最高 也就是说深层经历了一个史上最暖的三月上旬 昨天这个升温势头一点没有止步 又暖出一个新的高度 午后徐家会站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6度 一不小心创下了三月11日以来 徐家会站单日气温的新高 而今天明天可能都会是情好的模式 多云到情为主 全天气温在16到24度左右 当然有着一股这个叫做什么呢 若冷空气会蓝下 若冷空气蓝下 这个情况倒是我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你看从这个气象图来看的话 还是以蓝风为主 蓝面的升温的气势为重 所以你说北这个冷 北方的冷空气在哪里呢 是吧 北方冷空气对上海的袭绕会有多重呢 还看不出来 但是呢 他们预测今天晚上呢 可能会听到今年春天的第一声春雷 然后这个打雷这个事情 是有可能在这个局部对流的状况下 产生的 毕竟已经到了精致的节气 所以我们也希望春雷春雨 想起来 这个对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是有利的 请不请吟